小蟑螂 這只是個意外 可能今天的鱼应该是在水城中央 因为刚才我在收鹅的时候 它是扑上来的 因为我看见 刚才看到那个后面是在榨水花 然后本来说想是把这个铁板收回来 笑在后面 看这条鱼 最近这两天钓鱼跟渡劫那么难 9月份每年9月份我觉得鱼特别特别的难掉 现在的鱼是跟着那些鱼到处跑 然后这个窗口非常的短 如果在特定的时间没有找到鱼的话 它们是会不停的变化地方的 而且呢 最近是因为那个 不是那边南卡那边有个 然后这里呢 预防 为了预防那个发洪水 它们又把这个水给降低很多 然后 又是这种小东西 然后呢 那个水位是 今天跟昨天的水位是又相差了一尺 所以今天的雨情可能跟之前又不一样 很多时候如果沾水的话 它们会待在离岸比较近的地方 那如果这个水位推下去以后呢 它们会 如于在之前待的那个地方呢 它们很有可能会退到 嗯 呃 离最 离生水区最近的第一个 那个Drop-off上面去 嗯 不是这些破烂玩意 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鱼鱼鱼鱼 第二条 第二条 鱼第二条 昨天一整天我就叫了一条鱼 所以说九月份的这个渔情啊真的是神鬼莫测 昨天我是钓满了五个小时 然后就一个口 而且是到处四处的跑 这个是干入水还在翻转的时候 这些鱼应该是在水层比较高的地方吧 没有在那个水底 那我让它沉一会儿看看 可能只要八尺或者是十尺左右试一试 因为今天绝大多数的口啊 都是在这个水层的中央 你看一来一条小黄鹿 这个干还是没有成到底的 我今天难道就是为了钓这个来的 你看 小黄鹿 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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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u 鱼鱼在讲 有魚在咬 應該是大絕吧 白鹿 什麼鬼都有 個子還挺大的 好肥的白鹿 今天難道說真的要來一個catch and cook 好肥的 好肥的 我好肥的 嗯 哼 大嘴 就是大嘴 哇操 然后这个剪刀 大嘴大嘴 我的剪刀 我的剪刀刚才是卡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 这个捞鱼 我的剪刀给捞没了 这条鱼后面是跟了好大一条大嘴的 这里面说明说 这里的大嘴跟这个 都是在混合在一起的 刚才是后面看到一条 好了 Oh no 它跌好 它出来了 今天可以算是渡劫成功吧 大嘴是有钓了五六条吧 那刚才也说了 我昨天呢 只有一个口 那今天呢 总共有十几二十条的鱼 大嘴是五六条 然后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十三了 十几条 可以算是报仇了 那感谢你的收看 希望你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还有大家不要忘记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还有把我的视频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路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